但是我們也看到他現在剛剛接黨主席 大部分的年底選舉提名人 其實名單都已經定了 那台北市呢 剛剛我們新聞裡面看到 他是前所未有的 要讓黨內出選勝出的人 還要和無黨籍的柯文哲 來辯論 來民調整合 所以現階段蔡英文到底能不能使得上例呢 尤其現在除了這個綠色的陣營之外 其實還有我們不可輕忽的一個力量 就是第三勢力 或者說公民團體 蔡英文面對這一切 他需要什麼樣的策略 事實上民進黨現在還有六個艱困選區 還沒有完成提名 包括台北市 新竹縣市 花蓮縣 金門 年江縣 那我覺得這六個地區攤開來看 我認為如果按照現在的提名機制去看 最沒有問題是台北市 因為大家都談好了 一個姚文志 一個柯文哲 已經有很明確的遊戲機制 就是6月12號我們來比民調 那中間有三場的辯論 或電視證件發表會 所以你只要按照遊戲機制去走 那時間到了民調一決勝負 自然人選就出來了 蔡英文不必 也不可以出手 因為這就是一個民調決定 人選的一個遊戲機制 就很明確 那反倒是其他五個捐困選區 你要找到什麼樣的人選 那如果民進黨一直陷入說 我民進黨一定要推出人選 而不是跳脫說像柯文哲講的 要一個在野大聯盟 這樣一個局勢的話 他反而其他地方沒有一個明確的遊戲機制 沒有一個明確的提名機制 要去產生一個能夠打贏的人 其實這是很困難的 那事實上 我覺得如果既然打不贏 你就應該要有設法不能輸的策略 打不贏就要有不能輸的策略 事實上過去在苗栗立委的補選 或者花蓮縣縣長的選舉的時候 甚至是台北市的松山信義區的立委的選舉的時候 民進黨都有曾經不提名的這樣一個策略 他跟綠黨或跟五黨籍的合作 然後達成某一種程度上的默契 事實上最後你只要 這個地方選出的候選人 他是比較符合 或比較接近你們政黨的主張的時候 事實上他可能也是另外一種贏的策略 那我覺得台北市就讓他順其自然的產生冷血 蔡英文可能比較頭大的 是另外五個艱困選區 反而是這樣子